今天的不专业香瓶呢 为你带来的就是 Zulia Hasgan他们家 8瓶白瓶香水的对比评测分享 如果你有在关注这个品牌 想要听一下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话 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 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 也是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好的 陆陆续续 我在准备做 Zulia Hasgan他们家的香水评测 那么 他们家香水真的太多了 我觉得要分开来拍 那再看了一下他们的香水线 当中呢 白瓶香水也是一个大宗 今天就不如先来拍他们家的 白瓶香水的一个香瓶的分享吧 而且当中呢 也包括了他们家很热卖的 或者说我自己很享受的一些香气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那首先第一个来说到的呢 必须是 Julia Hasgan 最热卖吗 至少应该是最出名吧 的这一款 Not a perfume 非香水的 这一瓶庆味 Julia Hasgan他们家的非香水呢 是一瓶 我觉得争议性有一点点大的 这瓶香水被释放出来的香彩表呢 非常的简单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只有咸龙咸香米 这一种人造的龙咸香 而咸龙咸香米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香彩 它貌似是一个 不是人人能闻得到的 我身边就有不止一位朋友 是完全闻不到 这瓶香水里面的气味的 他们真的已经使劲 用力去闻 都觉得这瓶香水是没有气味的 所以如果你也是觉得 这瓶香水没气味的人呢 不用担心 你不孤单 那咸龙咸香米呢 我是闻得到的 我自己呢 其实某个程度上还蛮喜欢的耶 它在我看来呢 是一个新鲜的那种 销出来的木屑 自带的那种新鲜木头的气味 而它在皮肤 在衣服上面的残留 还会有着一种新鲜纸张 或者微微的这种咸味 或者可以说是 人皮的气味 就是皮肤的气味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会喜欢 龙咸香或者喜欢这种人造的 龙咸香的一个原因吧 它就是最原始的 最单纯的这种 微体香的香水 喷上它 你不会有很明显的花香果香 但你就会觉得自己整个人更干净 稍稍地散发着一种皮肤 你想有的香味 但我自己真的很少直接用它 我更多是用它去和我一些过甜的 或者我觉得持香能力太弱的香水 叠在一起来用 减低它们的甜度 与增加它们的持香力 那not a perfume能不能增加 另外一瓶香水的一个持香力呢 这也是有争议的 我只能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你要想它把你那些 只有两三个小时持香的香水 变成一天那不可能 它能延长的持香力 也只是多 一个多两个小时而已 但还是有帮助的啦 那既然说到了 非香水 那我们也把 not a perfume super dose 非香水的加强版 也一起来说了 那这瓶 加强版的香水呢 最明显的一个差异 是加强版这一个香气 里面放大了 非香水里面 我说那种 带有咸味的皮肤气味 它的那个咸度 还有那种 稍稍带有动物感的 龙咸香的特质 放大了不少 木质感的气味呢 也是有所提升的 但这种咸味的动物性 皮肤感的增加 是最大的改变 那如果你是享受 就是龙咸香里面 这种带有咸味 与动物性的感觉 super dose会更适合你 super dose也绝对是 比起它们的非香水 作为一个 增强持香作用的商品来说呢 作用更强的 但对于已经拥有了 非香水的我来说 我感觉并没有太大的 动力原因 要去购买 加强版的香水了 单纯从气味上来说 我自己个人也会更偏向 非香水 加强版香水的 荷尔蒙感觉 对我来说有点太强了 好那说完两瓶 非香水以后呢 就来说到另一瓶 我觉得和非香水 类型有点像 但气味上面 很不一样的香味 说的呢 就是它们家的 Anyway这一瓶 Anyway这瓶香水呢 和它的名字一样 就真的是一瓶 你可以无时无刻 任何的场合 性别都可以拿起来 随便乱用的一瓶香水 而且是你喷在哪里 喷多少下 都不需要有规则的一瓶香气 相比起刚才 不是人人能闻得到的 咸龙咸香米的这种气味 Anyway这里面 甜点的香气 我觉得它真的更随性 而且是人人都能闻得到的 90%以上的人吧 你送到它 它都愿意用的 清爽气味 这瓶香水非常简单直白 并没有什么三调变化 就是一个很清新的 新鲜的青柠檬 结合上尼尾里橙花油 与淡淡的茉莉花香气 鸡调呢 就是他们家最出名的 咸龙咸香米 穿上它的整个过程当中 你能体验到的 就是自在随心的 一种淡淡柑橘的木质调 这瓶香味就像是你 永远不过时 在衣柜里面 一定要有的白衬衣 白T恤的存在 在春夏天喷上它 更是能让你有着 满满的一个洁净感 但这瓶香水呢 有个很大的软肋 就是它的表现力 真的不太行 我刚才说了 你随便喷多少下 都无所谓 因为这瓶香水 你尽管喷到八下十下 它的阔香与池香 都很快就消失了 尽管喷在衣服上面啊 四个多小时吧 我感觉气味已经非常的淡 更准确的说 可能就也只剩下 非香水的那种 若银若现的那种 咸隆咸香米的气味了 所以如果是在意 表现力的人呢 这瓶香水 可能就满足不了你咯 那下面这瓶呢 其实在我心中 和Anyway一样 都是这么的百搭 但我个人呢 会更喜欢 接下来的这一瓶 Moscow Mew的香水 这瓶气味的创作灵感呢 就是来自于 Moscow Mew这一个鸡尾酒 它是一个闻着喝着 都非常清爽 但其实酒精度颇高的鸡尾酒 里面带着还原度非常高 新鲜的青柠檬与姜汁 再混合着福特加 烈酒的酒香气 在你穿戴的过程当中 你还能体验到了 鸡尾酒里面 大块大块的冰块感 有着那种凉凉的体验 而除了这个柑橘 福特加的酒香气以外呢 这瓶香水 一阵一阵飘来的 青苹果 与鸡调当中的 干净木质调 也是让我很享受的 我会感觉 Moscow Mule这瓶香水呢 它是比起非香水 更有想法 有真正被调制过 而比起anyway 表现力上面 更好的百搭香水的选择 而且是一个 在春夏天非常消暑的 喜欢围体香 性冷淡风 甚至在办公室里面 都可以被利用起来的 酒香气香水 尤其如果你是喜欢 这种福特加 或者是青柠檬的香气 我感觉这瓶香水 你也会喜欢呢 好接着就来说到 他们的 Miss Charming 白女巫这瓶气味 那Miss Charming这瓶香水呢 在我体验下来 是他们品牌另外一瓶 可口的鸡尾酒 要简单的去总结它呢 你可以想象 面前有着一大树 带有荔枝香味的玫瑰花 配合上一杯 带有莓果香的气泡酒 整体呈现出来的气味 荔枝玫瑰的香味 是从头到尾的大主角 我喜欢这里的荔枝玫瑰 甜味没有过分的突出 甚至去到中后韵的时候 这个荔枝玫瑰的花香 还会稍稍的带有玫瑰花 跟进于叶子的那种 稍稍滤感的苦涩味 绝对让这瓶香水的气味 不会过分的幼稚感 反而是让整瓶香水的 一个层次与精致感 有所提升 而这种莓果的香槟酒气味呢 也是让人闻着 旧新生愉悦的 Francis Cauchon先生 调出的这一瓶荔枝玫瑰香 不单是有着很不错的一个 扩香与持香能力 每一次穿上它呢 都能让我感到自己 有着优雅的气质同时呢 还不失甜美的性格 我相信它也会是一瓶呢 对女生来说 尤其玫瑰香爱好者来说 讨好度蛮高的香气啦 那说完Miss Charming呢 就来说说他们的Romantia 浪漫皆像的这瓶气味 同样是由橙花与碗香玉 尤其是碗香玉 带出来的花香 是相比起Miss Charming 我觉得要成熟了不少 里面那种稍稍带有动物感的 色香玉 咸龙咸香米的气味 也是要比起刚才Miss Charming 来得更明显的 但如果你是钟爱她们家 带有咸味动物感的 色香龙咸香的气味 但同时你又想要它是一瓶花香突出 还会加上不少滋粉感的女人味气味 那Julietse跟她们家的Romantia这瓶香水呢 可能就会是你的菜咯 好 影片最后呢 就来说到两瓶 稍稍重口一点点的气味吧 一个就是她们的Another Wood这一瓶 Another Wood这瓶香水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 起初你想要开始尝试乌木香水的一个好入门 它是一个很平和的 很容易接受的树莓 结合着乌木的气味 一个不带动物性不脏 而且抑郁感不强烈的一个乌木香 香水呢 没有一个很强的三调变化 起初树莓香柠檬的果香会比较明显 慢慢的它会结合上香水里面乌木 色香的气味 成为整瓶香水的一个主体 甜度 酸度 乌木的那一种浓郁度 全部都是偏低的 这也造就了这瓶香水呢 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更多场景中被利用起来 我直接可以说它是更年轻的乌木香 而它的香气啊 尤其是前调开始 真的有让我马上想起了 他们家黑瓶的复仇女王的那瓶香水 就如果你是喜欢复仇女王 但你觉得上班啊 或者它整体气味气场太大 扩香这些太强了 那么anotherwood这瓶香水 与你而言应该会更易入口 更实穿一些 但我相信对于真正的乌木香爱好者 或者已经有用过收过很多 沙龙香品牌的乌木香的人群来说呢 这瓶香水可能对你来说就太淡 就像你吃惯了麻辣火锅 让你重新去吃一个素食的沙拉 恐怕你会觉得里面的油也好 调味也好都不够哦 那最后来聊到的呢 就是他们家这一款Sunny Side Up 有着黄色盖子的香水 这一瓶以檀香木为主题的香水呢 是一个充满了奶感的檀香木气味 香水的三调变化不算很明显吧 起初茉莉的白花香是要更明确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综合着椰子香奶感十足的檀香木 与粉粉的渊味 就会成为整瓶香水的一个主体 这一款蚊子呢 的确会有着阳光温暖感的气味 就里面无论是椰子香还是奶感的檀香木 它都会给到你一种温暖感 一种在阳光之下的那种温热感 而市场上呢 带有椰香奶味明确的檀香木 也是不少 但这瓶香水呢 它好就好在 它整体的气味并没有过分的甜 对于不是甜的亚洲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甜度也是好接受的 而整瓶香水我自己最喜欢的 绝对也是残留在我皮肤衣服上面 当那个甜度几乎完全退掉 残留下来 粉粉又奶奶的这一种檀香木 加上渊味的气息 一种具有包覆感 让人有安心感的木质调 这瓶香水呢 有着一个可爱的样子 可爱的名字 但它的气味 我倒是觉得是今天聊到的八瓶香水当中偏成熟挂的 吃一瓶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具有热带风情感 温暖感 但又有辨识度 不会完全着重于热带花朵的这一种香水 值得去闻闻看的一个选择啦 好影片最后呢来做一个小总结吧 Julia has a gun 他们家今天聊到的八瓶白色瓶子的香水呢 都是各有自己的特点啦 起初聊到的四瓶包括了非香水 非香水的加强版 Anyway 还有他们的Moscow Mule 这四瓶香水 在我这里作用和氛围感是蛮相近的 所以我并不觉得你值得或者你需要同时拥有它们 如果你真的想要找一瓶 可以很好地与其他香水去叠穿 非常适合在春夏天去使用和打造这种微体香感觉的香水 在他们当中选一瓶就已经可以了 而如果说这四瓶当中呢 我自己会更喜欢非香水和Moscow Mule这两瓶的气味啦 而他们家呢 我整体用下来 感觉都是偏年轻 甚至偏极紧风的气味 没有截然不同的三调变化 没有一个强大的气场感 在气味价格上面 尽管更年轻的族群都更好入手的 相信Julia has a gun也是一个 当你开始想要尝试更多沙龙香 一个不错入门的品牌啦 好这个呢就是这一次 Julia has a gun他们家八瓶白瓶香水的对比评测分享 那今天聊到的香水你有试过吗 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瓶呢 有任何想法感受 请留言来分享给我们大家 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多咯 那也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 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